沒有市長包袱 柯文哲鄉 去哪就去哪回家鄉新竹 沒找自家市長高鴻安 而是來和國民黨議長 許修睿公開見面 本來就是我們新竹之光 非綠的選民都蠻憂慮的 當然都希望大家都能夠整合在一起 才有機會能夠政黨輪替 和非綠整合重要性 換句話說就是柯喉有藝人 可能被棄爆 只是現在民調墊底的 可是藍營自己人喉友宜 再加上去年縣市長選舉 許修睿被質疑暗住高鴻安 引發零更人棄保效應 難不成二零二四重演相同戲碼嗎 據傳柯文哲民調超車侯友宜 蘭營早有幾位小雞 跑去請柯文哲高臺貴手 別在選區提名立委參選人 就算有 我可以告訴你 我在跑地方的時候 我其實也很常遇到國民黨的 很常問我說可不可以有合作的空間 學姐講白正是藍營小雞 來尋求藍白合作空間 而羅志強喊出政黨輪替大聯盟 就被質疑是對民調低迷的 侯友宜開出跳船第一槍 政黨輪替的大聯盟 就是給侯友宜 給柯文哲更多的時間 去說服台灣的民眾 侯友宜這話恐怕是說給自己聽 而中沛軍臉書直接瞄準羅志強 發文反對政黨輪替大聯盟 提到大家同在國民黨這艘船 救生艇不是給黨工職搭的 不忘提醒船身七的是鐵達你好 侯友宜才正式參選一個月 玄清就被看衰 恐怕增添整合難度 三日期晚點看 祝我們收看NC小組台北報導